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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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并没有获胜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连战宋楚瑜 很多人都觉得说他们不是新在台湾站那个代表 如何来化解呢 采取的则是跪下来趴稳土地 不过当时是陈水扁成功连任了 好 感性的诉求究竟该怎么样才具有一种重大的力道 今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分析 还另一方面今天三大这个现场 我们都会有连线报道也请您锁定 还要来看的是在这个选群 昨天呢政党的这个政见辩论会当中 我们看到三位政治候选人 整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交锋的过程 您受到谁的感动 还有明天国民党1月8号 这样一个大造势活动 要求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所谓的民主嘉年华会 有人说 那我可怜高兴的起来怎么参加嘉年华会 这动员的过程有诸多的争议 我们稍后都有进一步讨论也请您锁定 民进党抛出大联合政府 怎么样的一个具体内容可不可行 我们也有深入的讨论也请您锁定 好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前民进党的立委林卓水先生 大家好 好 前新闻局长姚文之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文化大学的副教授纽泽勋老师 惠敏 各位大好 以及民进党的发言人梁文杰先生 大家好 还有台湾通信网络产业公论理事长张旭忠先生 惠敏 各位想请大家好 好 稍后民进党发言人徐家庆会来到现场 新闻开始我们来看今天晚上超级星期六的整个现场 从台南新北市 还有到台南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青菜交汇的场景 周美琴女士呢也会在录竹 拼场还有蔡英文女士也会在这个录竹 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 选情最后这个礼拜天 民进党总统以及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跟苏嘉全 则是从这个他们的故乡平东东港镇出发 进行全台大扫街 那么蔡英文今天再次向民众保证 2012蔡英文的新政府将是协商市的民主政府 大联合政府会尊重包容广纳人才 让台湾更加团结 他反逼马政府是不听人民声音政党分歧内耗的政府 好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 新北市周习委站出来了 这个要求呢 新北市要大赢25万票 在台南部分呢 我们看到宋楚瑜没有什么钱哦 所以呢大型造出活动 今天可以说是第一场的正式登场 我们稍后都有最新的连线报道 也请您锁定 好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呢 这个陈前总统回到台南 这个参加他的岳母吴王霞女士奔上的一个活动 他们全家也在奔上这个时期 非常难得的还原了 其中不少人看到的就是扁妈的眼泪 颇有感触 我们一起来看看 帽子低温顶着寒风 83岁的扁妈终于盼到这一刻 母爷拜托一下 也让我们总统和阿嬷 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好不好 母子两头靠头紧紧抱在一块 老人家把手搭在儿子肩上 扁妈的嘴角微微抽动 泪水早就多框而出 陈前总统不断在扁妈耳边叫阿嬷 扁妈紧皱眉头 眼嘴啜气 不想让儿子挂心 这一幕倒进了天下母亲的心情 母子短短聚首 只有两三分钟 其实早在陈前总统抵达岳母灵堂后 扁妈的坐车随即赶到 但碍于习俗 不方便进灵堂 扁妈只能摇下车窗 眯着眼睛 遥望陈前总统 这苦苦等候 一个多小时 恐怕比一个世纪还煎熬 这句话说的正是扁妈心声 母子两气别 陈前总统频频回头看扁妈 老妈妈最大心愿 只盼阿扁 他快就等来 话说的有点酸 跟陈志忠同选区争绿军正统 郭文成赶紧站上车 跟主帅蔡英文一同地毯式扫街 蔡英文回防绿营票仓 大高雄 好我们等一下来分析一下 不过呢 这个回溯台湾过去选举史上 不少感动人的一刻 真正打动人心影响选情 是不是基本的要素 就是那个诚心 以及那种用生命来燃烧的感觉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立法委员张俊雄也曾经发生过 所谓双人枕头事件 当时大小老婆一起为他助选 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的评价 而张俊雄也在这次选举中落选 不过直到现在 张俊雄仍然有余面对自己的感情问题 避免被带 避免被带加强的台湾 愿意 避免被带 运动台湾 来护住你的信心 现在 每人侧几岚的 永远 世纪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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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永远 成员 永远 成员 和海人游巡捗 台湾历经这么多次的一个选举 有不少感动人心的一刻 而这一次在选举史上 我们可以发现三只小猪的故事 也写下了台湾选举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 那么投票下去之前的一刻 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 到底什么样触动人心 让您决定把这个票投下去 而这次扁妈的眼泪 想必很多人会回顾扁家一家的潮起潮落 而不禁兴起很多的感叹 而这样的一个感叹 这样的百感交集 甚至对扁妈的同情心 会不会也化成一张张的选票呢 还蛮值得观察到 薛中兄你的看法 其实我在看这一幕的时候 我在感觉我本来有一个标题 就是从空军一号到坐球车 我自己这样感觉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到 感性跟理性的交织 可是台湾的选举跟全世界一样 尤其美国的选举越来越综艺化 如果我讲一个不是比较正经的 如果台湾一月十许之后 国会有陈志忠动算 有秋意动算 那时候国会 你会觉得比较静 还是比较理性 还是比较健康 我有这样的想法 很多人 我有听到人这样说 如果那两个立场比较静 台湾才会静 大家才会这么无聊 可是这公共的消息 对政体中反讽 可是今天我觉得扁妈那一段 我看到所有的评论人 包括其实在政治光谱上 比较通牌 会成正圣政委员 快点落幕式 我很难想象 这种感情是发自什么 发自他们的母子的这种画面 让你感动 还是背后的故事让你感动 还是政治的故事让你感动 我觉得他的眼泪流一点综艺化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可是我要讲 这里有结构性的悲情 跟我觉得所谓的作秀式的悲情 结构性的悲情 就是说有故事 民政党这种的故事 比国民党比较多 因为一路民主来的就是 都没有过半 都他就打拼 所以刚才你减说一个 林冲贤动算 因为陈定南夫人的那一夹公事包 也决定的很重要 那个公事包代表民主进步党 先败来这一种隔壁 同样如休于今天一跪 我们重新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民主进步党的 现在在台面上有政治人物 你们敢问 在这个外面的背后来着 台湾人民 到底对民主进步党的基台 这是台湾上的人 是每一个人 真的感觉 我们的先败 拍这些新活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个故事 说给台湾人民感动 不过 所以你等于就是说 要有故事为一个基底 然后有一种认同 在他那种真诚的 那个最后一刻 就会感动人心 比方说三只小桌 为什么突然爆发 那个前所未见的一种运动的力量 革命的 激进革命的力量 我觉得他是呼应了全世界 干嘛 公平正义 因为分配不公平 所以今天 在这个 我看到 我们一个比较清兰的媒体写的 说 蔡英文是台独式的社会主义 中国是中国社会主义 如果今天台湾真的选到两种主义的话 那是什么进步 因为他这种主义希望 可以分配更加公平 发电不是用过去发电的关联 是不是应该反驳要注重 还是我们的发电到底有什么方向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好的价值算对 所以今天我觉得 今天在这一幕里面 我觉得台湾的选举跟全世界都一样 尤其跟美国一样 综艺化难免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大家同行悲情 在这个画面我想到的是因为我在高雄 我觉得现在大概最紧张的是我们的候选人 郭文成先生 如果这一幕 他是民主进步党 在小英这样的民主进步党提名的情况底下 如果陈水扁的公子当选了 我认为也有另外一层意义 就是说陈水扁执政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些批评的东西 他自己也讲说他有什么政见 这个结构性的改变里面 有些人因为感性的选票 不见得是理性的选票 给了另外一个候选人 我觉得比较完全负面看他 我认为因为他背后还是有故事存在 那因为您从高雄出来 目前为止这三个人到底状态怎么样 还是昨天的这一场活动下来 已经打乱了 最焦虑的可能是郭文成委员 因为本来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画面 没有这个剧情的话 我相信他应该最起码 用民主进步党提名这个优势里面 再加上小英这样的联合造数 在他城局市场的加持里面 最起码还有那种希望 可是这一幕出来之后 我相信整个结构就像 你没办法评估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三脚路 没人敢说谁去定调 后来大师你的观察 我觉得可能影响难免有 但是被大到郭文成 原来是遥遥领先的 突然之间 那么大段领先消失了 我看不至于 那么因为基本上 大家都了解 这个的确像旭龙说的 那选举有感性的一面 也有理性的一面 但是所谓的理性是什么 理性说支持民进党 对民主政治比较健康也许 但这个支持民进党爱民主 这本身也是有感性的基础在那 所以其实是两种感性 两种感性 一个是扁发的眼泪 是一种感性 那台湾对台湾民主的热爱 也是一种感性 那我是觉得这中间 有同样是感性 有大摇有小 那所以我认为基本上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郭文成应当难免受到 就会变成了一种感性 对三种感觉